物跟人不平等 认为外来种跟本地种 外来种要让它死 但是我常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讲 既然讲平等 为什么要分别呢 就像我刚出家 我在台北很多人住念 那我一定会跑去住念 那有些法师说 你干嘛每天跑去住念呢 那又不是我们信徒 我一听心里很伤心 不是信徒就不要念 是信徒才念 所以我出家没多久办法会 有一个老比丘尼 因为我经常派人家写牌位 这是我的习惯 我从小家里的往生怎么拍 我爸爸都叫我写 第一个是我字也漂亮 第二个我也喜欢写 这是我的姻缘 每次烧金子 我大哥二哥都不烧的 都是我在烧的 金子 银子 撒酒 那是我专业 这是我上辈子的习气 现在还在 所以我在写牌位有一位 有一位老比丘尼 海涛 海涛师 你这样不对 一支一千块 你怎么写那么多干嘛 这个要收钱的 我那时候 我也 我就认住了 因为我很直接 佛教不是讲慈悲吗 写牌位要钱 那没钱怎么办 点灯要钱 那没钱怎么办 我很直接 当然理由是 那寺庙怎么过 如果你不收钱 寺庙没经济 好像听也有道理 但是各位记住一下 来 道心中有一时 一时中无道心 这个道就是菩提心 你要是发起一个利他的菩提心 你不要管钱的问题 不饿死就不错了 而且佛陀说 末法时期 任何一个出家人 佛陀的白豪像的功德 可以骗护所有地球法界 所有出家人的一时住行 佛陀不可能不照顾他的弟子 但是不需要为钱去攀缘 去办法会 去计划 这样会颠倒因果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才这样 因为那样才所以才这样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一个寺庙 我心里也很伤心 因为那天他们要办法会 我也去参加 结果 中午他们要办桌 请人家吃素 不然人家不会来 那个时候另外一个法师说 哇那这样没钱 因为乡下很少布施 在台湾 然后另外一个就很聪明 没问题 点108盏灯 一盏一千块 一定人家会挤 帮他供在佛陀面前 他们一定会挤 叮叮叮就满了 他就会看 你看吗 简单吧 不要烦恼钱 心里我就很难过 是有钱了 但是你出卖佛陀了 因为你以法说 这个灯是要供在佛陀前 一千块 他当然出得起 要他们拿钱请人家吃饭 他就不要 而且上面还贴个名字 现在人点灯还写个 磨磨磨 一千 OK 大一点 一万 OK 只要你把我名字挂在上面 这就利用人性的弱点 但是百分之九十都是这样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受菩萨界 各位有可能出家 乃至来世 我在这边交代各位 千万不要为钱而出卖佛教 这也是我受菩萨界 我出家 真华长老跟我讲的 真华长老帮我剃度 这讲一句话 你如果以后去买卖佛教 敢金颤 自动还属破戒 他问我答不答应 答应才帮我理 不答应不剃度 所以这个真华长老传承 你要发菩提心 但不要买卖佛教 所以在福研佛学院 乃至在真华长老到场 他们不会去排位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甚至尽量不办法会 我认为尽量不办法会 也不见得对 但是因为他也认为说 人家办收钱 我们办不收钱 人家就骂我们 干脆不要半人都被骂 但是因为真华长老 就是这个传承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说 是因为各位要受菩萨界了 然后你受了菩萨界 那力量就不一样 像昨天各位修 这个我们四位 你帮我们修 师生法超度 我又问了 猜猜看 销多少页 三成 一般就三成 认真的就四成 我呢 六成 我认真啊 我有看书啊 你给我看 我认真不看啊 所以修法重不重要 所以我认为 我故要讲给阿内听 他觉得 我活得有意义 我可以帮人家 销业障 超度 他们年轻出家 所以 那我们供养福报大不大 那当然大 我们是要供养 所以我认为各位 因为修法的时候 就是安住在菩提心 叫仪鬼 菩提心 什么叫仪鬼 度母仪鬼 师生法仪鬼 仪鬼这两个字 叫菩提心 就是身口意 保持在菩提心 所以他们在修法 有没有很认真啊 所以各位要学 像我们 法师在敲法器 那个是要保持菩提心的 我被训练得很严 因为 以前我们法政老法师是 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 每天两点半起来 所以他那种法器 没有人能够引过 一点错都不行 太大声 太小声 那时候 我们很少摸法器的 每次叫我们坐在椅子上 每次背 背着鼓手 不能碰法器的 你已经熟到 熟到都不会敲错 背到很熟了 然后他就叫你去敲一下 而且敲大声 敲小声 而且错了 他就会在讲你 骂你 虽然骂得很温柔 但是很严厉 因为他说不能错 所以我们每次敲完 一定会跪 一定有哪里错 敲完就跪 海涛跟大众忏悔 当场法去敲错 愿大众原谅 拜上拜 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拜到大的 所以那当然一拜 法政长老就会跟你讲 你不拜他不跟你说 因为跟你说你还骂他 因为老和尚不想用凶的 因为老和尚不想用凶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拜 他就会告诉你 怎么样会更进步 唱的声音 敲的这些 但是这是我的福报 但是我发现现代的人 没有这个福报了 所以虽然我很会听 但是我不会敲 记不紧 但我听得很准 但是老和尚在旁边 这样跟着我们 老和尚早上两点半 就起来念佛 他两点半 我们睡得多不安稳 后来就跟老和尚忏悔 对不起啊 老和尚说 没关系 我为你们念 你们好好睡 你看他多慈悲 所以他活到一百零六岁 来 一心鼎礼 法政老法师 早得趁愿再来 普度众生 所以我会吃素 放生 饭拜 都是从法政老法师 他活到一百零六岁 没有什么癌症 他只是一种老化死亡 因为他一辈子全能吃素 放生 抄法华经 然后呢 写血经 教饭拜 所以 因生可以度尽无量无边众生 光老和尚在那边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有时候早上 刚出家 我三点二十起床 我会去听 那种声音就可以超度 无量无边众生 所以在子不在量 所以我想我们昨天 大家受了五戒 十善戒 愿意发菩提心 再来唱 这个 慕中记 成中记 好不好听啊 好听 我们站民事在下面 啪 不用麦克风 但是我希望各位 这也是我出家 天天唱的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唱可以发起很大的心态 跟法界和微体的心态 来祈求诸佛菩萨超度这些孤魂 可怜的众生 还是加持整个地区啊 所以我这样说 希望今天我们都得到 来一心齐情 众生度尽 方尘佛道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好 当然有人问我说 那地藏菩萨多吃亏啊 最后成佛 他不是成佛比较好度众生吗 事实上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 跟观音菩萨 他们都是古佛 只是呢 为了视线 然后这样让别人来学他的精神 并不是 他不是佛 而只是说地藏菩萨成佛 视线成实地菩萨的功德 来 就像一只脚踏在火灾现场 一只脚又踏在净土 因为永远不离众生苦的在度众生 那我想这个是菩萨的精神 释迦牟尼佛念一下千百亿化身 为什么所有佛里面特别讲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 他也是古古佛 所以两千多年也是一个化现 到现在还在百千万亿的化现 智者大师 龙庆八尊者 鸡魅灵八尊者 老实说这些都是释迦牟的化身 所以包括兰登古佛 还在我们中国四县很多次 其中一次各位认识的 也叫宝治禅师 那就是梁武帝的果实 宝治禅师用了神通 乃至有教化的梁武帝 推广素食 供养三宝 所以那这样来不断地视线 所以我想这些古佛也好 地藏王菩萨也好 都是不断地视线在我们的周围 也不断地在引导我们 但是各位你相信 你只要跟诸佛菩萨 同一口气 什么意思 同行同愿 有这样子的菩提心 那你就入佛家族 为诸佛之子 所以那佛像父亲一样 这么疼我们 怎么可能不疼我们这个独身子 因为这个末法时期 能够真实发菩提心 是很难很难的 真正发菩提心 在古时候非常难的 为什么 禅宗又能够出主认证 二认证二主 达摩主师认证 红人法师 到最后有六主被认证 一个人要证得空性 要有这样子的 以心传心这样印证 那何况菩提心 所以这个世界 真实发菩提心 各位一定要 亲近真实发菩提心 这一天不断地 提醒佛菩萨 让自己不退菩提心 而且找到真正的菩提心 所以我在这边 还是希望各位 一定要看一下 幽婆色戒经 这是我师父 卢旭长老交代的 幽婆色戒经 跟一切菩萨戒 因为我们是以 放网经为主 但是这个是基本要看的 但是幽婆色戒经 讲的是在家人 如何真实发起菩提心 里面还有真实菩提心 跟假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 各位一定要做到 读诵大乘 一定要 你也千万不要说 我是净土中了 所以我读五部经 我其他不读 我师公一直说 这个观念是错的 我师公说 它是绝对净土中的 但是大博日经 阿含经 所有经典都要看 不然你不知道 净土的书生在哪里 所以他以一个净土的 这种行者 在福岩佛学院教了十八年 就要告诉他们 虽然你们念佛 院长教你们念佛 但是你们阿含经 大智度论 任何都要修 南传北传 藏传的精髓要吸收 不然你不知道 菩提心是什么 不然你就会坚持 我才对 别人不对 产生傲慢 对立 分别 那习性很重的 所以我在这边讲 菩萨界最怕什么 习性 如果一个人个性傲慢 一个人个性啰嗦 一个人个性骄傲 这个人没有得到 菩习经的借体 因为菩萨没有 个性习性可言 这一点各位 年纪大就很难 年纪大就很难 那各位一定要 把自己磨念 要磨 所以如果你怕被磨念 哪一天各位真的 想要出家 真的要去比较严格的 正性的寺庙 被磨念 要磨得很精很亮 如果你不磨念 那你很容易 跟人家不一样 就像各位在拜佛 有人还没拜 他就拜了 有人还没起来 他就起来了 这个就是 我不理你的 我拜我的 他不管别人的 他也不配合别人的 他认为我对 我就是要这样拜 他从来不管别人的 我看到你会继续在哪些 你又能了解